4月4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结束在纽约的传讯返回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并召开了记者会 他把对他的刑事指控称为假案 是对选举的干预 他说 纽约地区检察官正在起诉美国前总统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每一位学者和法律分析师都表示案件不成立 从未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美国 他在面对支持者时还说道 我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无谓地捍卫我们的国家免受那些试图摧毁他的人的伤害 有专家表示 特朗普在被正式指控并传讯后发表这样的言论 可能会招致藐视法庭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 当天下午 特朗普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就封口废案出庭接受问讯 他对起诉书中的34项伪造生意记录的指控均不认罪 白宫前首席道德律师理查德·佩因特表示 对特朗普的审判预计将于明年开始 但他可能会试图推迟一段时间 佩因特教授还指出 不能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 根据一份新报告 OpenAI广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Chat GPT 预计将取代48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 该机器人告诉职业介绍公司 它很可能会取代重复和可预测的职位 以及那些也有语言要求的职位 根据机器人的说法 这些领域包括客户服务代表 笔译员和口译员 技术作家 撰稿人 数据录入员 Chat GPT还补充说 他可以看到自己进入数据科学等其他领域 机器学习 数学和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机器人合自动化及商业活动 有专家表示 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支持员工的工具 而不是替代他们的角色 预测语言模型可以用于自动化任务 以让员工有更多时间 专注于那些涉及更高层次思考的事情 知情人士4月4日透露 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 获于4月18日就欧盟芯片法案达成协议 根据欧盟委员会去年2月公布的芯片法案 到2030年 欧盟拟动用超过430亿欧元的 公共和私有资金 支持芯片生产 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 并大力建设大型芯片制造厂 根据法案 到2030年 欧盟计划将芯片产量占全球的份额 从目前的10%提高至20% 满足自身和世界市场需求 TikTok的英国分公司 4月4日被英国信息委员办公室 ICU罚款1270万英镑 原因是其多次违反数据保护法 包括没有合法使用儿童的个人数据 ICU估计 2020年有超过100多万名 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过该平台上 这违反了该公司服务条款中规定的年龄限制 ICU称 该机构发现属于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料 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 同时 该平台做得不够 没有充分检查谁在使用他们的平台 也没有移除未成年儿童用户 违反了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于4月5日下午抵达中国北京 展开对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马克龙举行会谈 共同规划和引领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 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法国总统府公报显示 战略问题 经贸务势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挑战 将是马克龙此次访问的三大重心 据悉 陪同马克龙访问的是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 由来自能源 运输和航空部门的首席执行官组成 据路透社报道 马克龙访问的时机 恰逢中国可能订购空客飞机的谈判 对于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 外界则普遍关注双方经过七年谈判 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 在被欧洲议会冻结后 能否在短期或中期内解冻 马克龙与冯德莱恩此访 是否会释放机器信号引发关注